大众请合照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宗敬陆续 阿弥陀佛 大众请放长 今天 大家姻缘殊胜 真值如来圣诞之旗 所以 我先把那个玉佛记 玉佛记跟大家念一遍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都听过吗 我今灌木诸如来 静至庄严 功德海 五着众生离成垢 同正如来 静法身 这个听过吗 刚好我们讲宗敬如 那如何灌舞 如何懂得如来出身 你念念之间 每个念头 若是都能够在大绝体上 念念回光 那最初那一念 就是如来出身相 过去在感受之中 就是众生的夜感直受 夜感执着 将来你有一念 能够体会绝体的七名 那每一个七名 事实上它当下就是 能够明白一切夜感的 最初出身的西达多 那就是西达多 西人是骗西 达多就是能够知一切法 骗一切法 就是西达多 所以你要当要灌木如来 你念念回光 就是灌木如来 你念念在一些感受当前 都懂得如是 在西达多身上 念念怪木 所以我常说 欲佛只能遇西达多 只能遇西达多 就是在那一念 明明能够聘知的那一念 心中的根本 达多当前 却成了众生 当下就却成了众生 流转的最初 但是流转的势力 再强烈 其实都是那一念 西达多的根本 童真之状 为什么是童真 因为他就是念头最出生处 最初的出生处 他都是达多之状 所以他永远都是童子像 过去在感受的种种浩瀚 感受的种种执着当前 你要是都能够 拿如是感受的势力的浩瀚 跟这种执受当下 都能够念念灌木 西达多 你将来必定成佛 将来必定成佛 所以遇佛是遇西达多 没有遇其他的 没有遇如来 但是你遇不到的 你根本看不到佛顶如何遇 你要是在每一个达多上面 都能够遇如是西达多的根本清明 将来就是成佛式 所以那个叫做静智庄严 供德海 你要让那个清静智 你一年之间 为自己谱出庄严 那是真遇佛法 那是真正的遇佛 静智庄严供德海 因为这堂课刚好讲到的 海惠菩萨 它入的就叫做静印三昧 静印三昧 因为师父只是讲经 随意文带了一些 大级经典的文字 所以不能够全本为大家说完 只将来有遇远的时候 大家自己回去看 所以海惠菩萨 它就是静印三昧 那静印三昧在哪里说静印 就是你的每一个念头之中如是静印 就在感受的最末哨中 你懂得灌木 你的西大多 你的根本 绝体的大多 那是行者的 每一个念头的发心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你都要懂得回光 但要回光 将来熟悉时 你就依旧站在决心上 在清明上面看尽一切吧 最像早上吃饭 我也注意大家 能够专心注意自己的感受的 没几个 注意感受的没几个 你永远都是拿着那个 感受最末哨的那种实力 那叫无名 那无名于名当前 当然不是现在我们下手时 你以为的那个有名 但是也不理你最初 在那无名当前 你提起一个有名的发现 就是清清楚楚看到一切无名 你说如何清清楚楚 看尽一切无名 你将来心熟 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发 这如何发心 现在就是在每一个感受当前 你就要提起一念心 回光一下 回头来看 用回头之后再来看 将来你就会住在这一念心 看尽一切感受 住在这一念心看尽感受 那都还是最初的 出击下手的方便 但你要不做 你就永远不知道如何下手 那个叫静止庄严 所以自然就能够干五卓众生 色受想行事上的五卓众生 他如何能够离成功 你明白那个绝命 他就离成功 你不必一定要暧昧 所有的一切五卓一切倾向 五卓的倾向 那就是必然 那就是法二 你不知道众生本来是否 所以要叫心经 心经中就讲 心身波罗伯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心身波罗伯罗密多 就是念念回光叫心身 你念念懂得注意绝体 看一切感觉叫心身 那最初发这个心 那你说注意绝体 是不是有一个动作 好像住在清明中看感受 这都是心未熟识 钱方便 但都是从这里开始下手 你必须要从这里开始下手 你要是真正站在清明之中 在体会 你每一个念头 所有的一切妄想 视力自然消邪 所以叫离成功 你觉得我有参透什么 你觉得我明白什么道理 你觉得我不明白什么道理 你觉得好像使不上力 你觉得如何如何 你都知道觉得者谁 你都是用你后面那个心看在前面的 所以有一切觉得与不觉得 所以觉得与不觉得 你当下就能够什么 视力消邪 当下你就懂得放下 那是真放下 什么叫放下 你根本不是依他说话的 你只是明白他 不是在他身上说话的 那是真放下 所以那一切世间的怪的乱生 不会再起 一切众生世间 内心世界的种种 供高 我们不可能再生 你觉得供高 觉得我得到什么 觉得我正到什么 你都知道觉得自己最内心的谁 你连过去夜感中的 供高的念头起一处 你都自然脾息 自然歇息 所以这个人夜深修行 未有供高 但是过去的夜感之中 或许现出种种供高的影像 但他都不会为自己的念头所迷惑 那才是什么 才真是五卓众生 李承勾 你才能够照了一切 本来是空 无韵皆空 所以色手想些事 是本来是空 你不必破坏他成空 他本来是空 你在上面就根本不会再起成 种种妄直 妄直就叫苦 你才不会随着妄直之中 随其轮回流转 轮回流转就叫做恶 那当然叫做度一切苦恶 眼睛见色二的纹身 你是在根本清明之中所见 你当下就度开 一切见色纹身之中 所有一切众生的种种夜感苦恶 你能明白一切的夜感 但你绝对不会随他起成妄直 也不会随着种种夜感沉沦 叫做度一切苦恶 那是一个行者最初的下手处 那是一个修行人最初一定要面对的行持处 所以新今年的这句话后面 马上那一句就是舍利佛 舍利佛者谁 就是身文大志 你要站在身文行中 你还要开发心中递进的方向 那叫身文大志 你要建立你身心之中的行仪 你要明白你在行持什么 你要明白你要庄严些什么 所以舍利佛又叫身子 就是身体身子 什么叫身子 你要懂得你的身形形移 你要懂得你的发心去向 所以舍利佛叫身子 身子又叫大志又叫大志 所以这里面都是一步一步的教授 你要能够如是才能同正如来 尽发生 同正是什么同正 感受就是决 决就是感受 同正 感受就是西塔托 西塔托就是感受 同正 那你说那身文讲这话 好像听起来简单 你讲起来好像很快 那怎么修行 就是那一步一步的嘛 你愿意回头嘛 你吃饭你都要清清楚楚 走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了 你就把佛号提起来 过去佛号提起来 你以为只是念一句佛号 现在你懂得发菩提心了 什么叫发菩提心 你已经懂的是在决心上去震 那就是发菩提心人 你那一念佛号都知道 我为什么念这句佛 因为弟子心中 还不能够真正懂 现在就是用出力量 能够约束自己 所以我要假借诸佛的圣号 如同观大山大水一样 我相信那个决心 只要我赤诚之时 我一念之间 都有圣人的名号之时 就能够设弟子所有烦心 能起乘精进 就类似于你相信大山 你只要走进大山 圣人投入之时 你相信将来就能够替换 你的种种心中的气氛 这种人是懂得什么法的人 懂得用决心深入 他将来必定还我如是决 这种人是懂得什么法的人 这种人是懂得接引法门 因为世界上都是接引 你看到有一个模范生 你将来就潜移默化 接引 你看到大山 你心中就有大山的种种气氛 接引 接引用错了 那就是什么 那就叫感染 你看到坏人 你就被感染成坏 那都叫感染 那没有如是接引 世间上不叫绝海 世间上就不叫世间 为什么不叫世间 你根本不觉 什么叫世间 所以接引法门本来就在 净土宗讲的接引 他念念之间就在你跟前 但是你要懂得法如是绝招之时 你善用如是决心当下 你念念之间在一切事间之中 眼睛见色 耳朵纹身 都是你的接引法门的当下 都是你成就 决心接引的智慧的当下 所以你当然能够善用啊 行走的时候念佛 懂得弟子不能专心 所以我好好念佛 因为念佛 我知道我心中 念念之间就有圣人的氛围 那将来就没有那么多 烦情的杂扰 为什么过去有那么多烦情杂扰 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烦情杂扰 因为过去平常生活习惯过 这像心理学都知道 那要如何跳开那种烦情杂扰 那除非是发大惊惊人 才能够一下能够顿开 那像我们都不是那种 大精进大善的人 怎么办 你就要老老实实 每个念头之中把符号提起来 相信 就是这句符号 将来我有一分圣人气愤之时 就没有那些反复的杂扰 因为你发的念佛心 就懂得善用如是名字 转换自信 你懂你也相信这个名字之中 他将来就能够泰换你的烦情 这种人真念佛 大念佛人 这种人才知道什么叫 智诚皆可转翻心 这种人是大念佛 所以那个大念佛的心里面是说 他是发了菩提心的 所以这念心若是你懂得发如是心 将来你活在世间你都是圣贤 你看到任何七世间 大山大水都是你的现前的则有一切 心中的资粮的反召 他都能够利益你当前在这个世间的发心 所以他活在世间上永远是活的 他就不像一般那种 伪弱的那种心中磊弱的凡夫 看到那种气界之中只感自 只是感觉到心中卑微 只觉得卑微之中 是绝对没有长养在心中的那种作用信德 你明白长养时 他就不是卑微的那种念头 心里面若是不懂长养时 那你又要知道心中只要不懂长养 他一定具足什么 具足卑微 具足懦弱 具足胆怯 就是如是法 就是如是香 所以有的时候假如你们发现 心里面很胆怯 一直在逃避的时候 尤其是修行上逃避 你就告诉我自己 那一定是平常发心 阴地心中 你甘心躲在种种卑微 都躲在种种负面的种种气氛 所以你知道你说要如何拔劲 有的人问师父那如何解决 多发大心 多好好念佛 就自己就解决 这下你相信了吧 你懂得用心理学义都知道怎么样发心 那我先告诉你 怎么告诉你要自己做 不是说有一个高人告诉你以后就能点话你 你就开悟了 你想天方夜谭 我都没遇到那种人 你们都遇到了 那就很奇怪了 能点话你就告诉你好好发心 希望你听懂好好发心 自己回家辛辛苦苦 恳恳戒戒 那不也是就是点话你吗 也就是在点话你 所以再看经文 现在要公祝 忘了忘记 要公祝如来圣诞 要公祝如来圣诞 所以要公祝如来圣诞 今天听课 大家就必须要有公祝如来圣诞的 这种赤城 每一个文字你念念又看到你的西达多的 畜生的那个迹象 迹象 所以昨天讲的那些经文里面 事实上已经告诉大家 从弥勒到摄理佛 然后到梵天 到梵天 事实上这是心性之中 必定在求法之时的 如是的根本三处真名 增加了真名相 所以先名是什么 先名补佛 以问 先要明白补佛 他以问 以名补佛以问 所以这个补字 补佛就是弥勒 这个补字叫什么 补字中国话中的 尤其说文解字 叫完衣 完 就是完全的完 衣服的衣 完衣就是为补 完衣就是具足 衣就叫法也 能够成就具足一切法 就是补 就是补处 补佛 那完衣的意思是什么 跟谁说的 一线文字跟行者说的 所以讲到弥勒的补佛处的补字 那也是行者的法系 你念念要什么 要完全玩具于决心上面 念念成就如是补 你能念念成就如是补 你就是供养弥勒 你就是供养兜帅 你不必更说供养 你不必更说兜帅 你能够如是供养心中 心性之中的兜帅 那就是兜帅进土 你不是像过去 还有人望直着相 还有个兜帅进土 一个西方进土 进土是心中的担当 心中的秉持 就是进土相 所以你不必再说什么弥勒进土 你要看到你念念之间 能够玩具于一切法的那个发行 我说你早的兜帅进土 早的弥勒进土 但是这个弥勒进土 兜帅进土 它不是究竟啊 因为它是行者的发行 所以它的究竟就是什么 究竟就是将来的极乐进土 极乐进土是告诉你的根本 本来面目 你的决心的本来 所以明乐进土不过化成而已 就是化成 为什么讲化成 就是心性之中该具足的 那你说将来的极乐进土 是一个进土相吗 不是 它是玩具如是根本心性庄严时 那个心性中的进土 那个弥勒进土呢 弥勒进土是你在行持之中 你念念之间如何懂得念念补处 念念真名 心中那个进土 它讲到进土二字 不过信德而已 将来就是如是信德 见如是进土 如是信德 见如是世界 你今天是什么业力 你看到的世界就是这个 虽然我们同在一个地球上 同在一个国度里面 我们业力不同 你所举的世界不同 大家都能相信吗 所以你看到世界是什么 业力啊 那圣贤看到的世界 是本来面目啊 所以都在信德上说 所以先民补佛一问 赐产修制余仪 赐在产 产明的产 修制 修制 修行的修 智慧的智 修行的智慧就设一佛 修制的余仪 余仪就是什么 心中还有的一些疑问 但是已经在修行上说 叫赐产修制余仪 就是设立佛问 然后呢 后缘进行之范 之范 后面在圆 进行 进行就是现在的秉持 之范 范就是范天的范 范者临范 念念之间就在感受 灵力处 你开始下手 感受灵力处 就是你下手处 感受灵力处 就是海会菩萨来听法处 所以能明白如此 你要看到如是的 如是三真名相 将来你在心底深处 你所有的一切修行 就是如是三相 第一个 你知道佛上 但是念念在 你知道佛体庄严 但是你是念念之间 在如是真名 佛体庄严 所以你内念心 一定是不处 你内念心一定是供要迷落 我们现在知道佛法 知道决心 我们不是念念之间 在参如是决心时 事实上在参如是决心时 你也在上面 玩具其种种法 在玩具时其种种法 这一念心就是供要迷落 所以很多经典 都是迷落其文 你心情之中也是迷落其文 然后一定是身文 身文开始现行 身文之中 以舍利佛为主 舍利佛就在身文之中 你必定发的心智 达智要明 智慧要明 所以慈禅修智 然后念念都是在当下 当下是有时候献比丘相 有时候说比丘法 有时候说世间法 有时候有时说 一切应该有的种种 种善心 所以那都是什么 那都是林凡的当下 那都是凡请当下 所以讲到梵天 你又不要再认为说 他又讲在家人 他不讲出家人 他是讲的信德 那个在天 那个一大 信德当下的一大 你懂得念念 面对如是一大 再也不肯 多如凡尘 那一念心就叫出家法相 但是你看的还是什么 你看的还是那个一大上面修的 你念念还是在一大上面 去修持的 所以 昨天讲到哪里 昨天讲到 唯处如来 于无几者 第三页的倒数第三行 而是梵天 见以 积身恭敬之心 见如是伟业 就是恭敬之心 头面礼拜 做如是言 若有得见 如是正事 得大利益 梵天见以 梵天本来就在眼前 何故说梵天不见 这不过再做提息 再做标明 你在一切临凡当前 你念念要看的就是如是莲华庄严 你要念念看的就是一切感受灵力处 那个念的在佛边的莲华庄严 什么叫佛边的莲华庄严 你一切感受你都要知道它就是佛边 它就是清净莲华处 那就是你看到如是相时 那就是还会来庭法庄 你看到就是还会越来庭法庄 所以你要明白如是新时叫什么 这里面写的一个字 将来读经要是维系时 每一个字你都会发现 那为什么当下用这个字 你都会觉得过去祖师 易经不可思议 他用正事 他不用大事 若有得见如是正事得大力 什么叫正 当指为正 当下指为正 当指为正 何于法则叫做正 当指也叫正 这叫一指 当下你要指于如是法叫正 你要看到如是在大用现前 对不对 是者就是智慧大用也 是智慧跟大用 所以当指还要何于法则 然后智慧大用先前 你要是看到你心中如是正事 得大力 懂吗 你要看到 你要体会心中 你要明白心中 如是正见 如是正事 得大力 所以前面所讲的一切莲华 一切在佛边做 那都是讲的适用的得相 你要体会出那是适用的得相 那都是将来的作用 你能够在心里面看到 如是的力量作用 得大力 这就是一步一步提起 我今欲知 亦服如是 在梵王中 欲知亦服如是 表示在梵王 在林凡的那个同意上面 心中就是 明白如是正事 亦服如是 就是得大力 师尊 如是正法 当久尽 当久尽注 当久尽注 90多远 近是当下 当久尽注 其实这也不是问句 让我听起来 它就是什么 就是 一个句号的句子 久尽注意思就是 它一定发长远信 那长远信在哪里 长远信就在当下 每一个连统 久尽都在那一念 久者长远 近者就当下 你有当下的发现 才有久 所以如来答复 已复如是 他告诉梵王说 他看见如是大正事 当久尽注 就意思就是 已然知道 如是大事 得大力一时 内念心就从此不退 就是久 但是从此不退 时是念念当下 不是吗 当久尽注 这句话应该是结尾 结束 所以如来说 善男子 如是正法 如如来受 所以这个也不是 回答他久尽注 这只是更远距久尽注 这久多久 如如来受 就是如如来受 什么叫如如来受 就是一切将来 一切感受当前 你再也不是用 凡情的受量来量他的 你是用如来受量 来量他 什么叫如来受量 就是大绝受量 什么叫大绝受量 大绝受量 就是大绝之中 他可以随缘 现种种受 什么叫种种受 比如在感受上面 黑有黑的时间长短 白有白的时间长短 各种感受 有各种不同的夜感 一元时间短促 就是长短促长 不同 但是你再说时间 怎么上的长短不同 都是如来受量相同 都是如来比喻受量 你时间短 也是如来赋予的时间短受 如来时间长 也是如来受中赋予的时间长受 一些受量 那如是的作用 都是如来受量之中 为你呈现 所以他如来受是什么受 如来受叫无量受 那就是无量受 你现在看得到的一切感受 一切时间长短 都是你的如来受量 为你呈现一切受量 它是什么受量 那就是无量受 我涅槃后 世诸菩萨亦护世法 我涅槃后 什么叫涅槃后 化佛涅槃 释迦涅槃 涅槃就是什么 你心中纯熟之时 化佛自然 生密在心 叫涅槃 隐密在心 形成纯熟之时 如是深受 如是教法之时 那一念教授的那个心 它就不是像现在一样 还明显在眼前做种种教授 但它说涅槃呢 虽然说灭度 灭度度就是 它不是在眼前的教授之中 再说种种度量作为 但是它一定会 深植在心中 作为一切开线 那叫灭度 那叫打破涅槃 一个修善法的人 刚开始在善行上面 他要不断地接受种种道理 不断地提起种种发心 不断地听受种种教诲 将来心慢慢纯熟时 已经已然是个善心 能起力量 能起作用时 那一念听受 那一念教诲 那一念心中的学习 自然隐秘在心 它就不是表象 它就不是显像 它全然升职于心 叫隐秘在心 那叫灭度 我灭度后 施主菩萨一户是法 那为什么一户是法 就是如是心 当然就是如是法 就是如是教授 当然就是如是法 那一心就是如是法 何以故 此经即使过去 未来 现在佛印 这大基金 当然讲大基金 但也讲到海会菩萨 他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佛印 那未来佛印 菩萨最行持的就是 敬印 入的就是敬印三昧 所以知道决心 一定随便的铺书 铺书之中 你好像是用绝印 来印一切法 你当绝印一切法 是一切法也能够还你如是印 叫敬印 什么叫决心印一切法 印一切法就是都是绝 就如同盖章一样 印一切法 你当你印一切法时 这个被你所印的一切法 就还你如是印 那起成如是印中的这种作用 所以你盖了印章那张纸 就起成法律效应 不是吧 用世间法中开玩笑的说 那就是 就起成作用 就还你如是印 都是如此 所以这次经文之中讲的 还会变之为水 这是祖师讲的 那意思还是叫什么 师父从第一堂课就告诉你 你能念念之间懂得 在一切感受想要上面下手吗 寒生灵符 就是寒生灵符 不然你在哪里修 你在说在哪里修 你只是发一个心念佛吗 你只是发一个心以为在学佛吗 你只是发一个心以为在参禅吗 你不知道你每天 眼睛见色耳朵 神你所灭处 你所念 见处 心念所及之处 都是你应该下手处啊 都是念念叫你归家处啊 假如眼睛六根门头所见 眼睛所见耳朵所闻 你都不能如是心灵察觉 你再说去参禅 再说去念佛 不过是最初使你发心而已 你要发那个心 今天可能要真正叫你面对六根六成 你才能够起身号要 那过去的发心就是什么 功不堂诀 就是一步一步让你心中纯熟 将来听到该如何下手之时 你就心生欢喜 马上接受 就表示你最初发心是真实的 假如发那个心发到最后 虽然念佛虽然参禅 可是叫你当下就应该面对 就应该印证之时 当下就能够验证 你是不是发心真实时 你是不是真正想要学佛时 你却觉得不必要 我好好念佛就好 不必要 我如何如何就好 你最初阴地心中一定不真 为何不真 你讲到行者学人的发心就不是如是 行者学人的发心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法门无量 十元学 他一定能够深入一切法门 若真文如是 真是起了发菩提心的人 起了学佛法的人 到最后要是真发心人 听到最后直下在心中 念念懂得关心的法门 若不起好要者 绝无是处 就像法华经中讲的 那些声闻罗汉 若听到如是究竟法门 有不欢喜者 无有是处 因为你都是在心性上学的 你不是都在心性上学的吗 怎么会不知道现在讲的是什么呢 所以那绝无是处 所以你要是能明白如是发心 后面祖师再说记字 你看祖师写了个记字 都是一步一步的 让你一步一步去深入的 它虽然短短短的一个句子 但是要你去回去看记字的种种典故 看那个记字在经文之中 它告诉你的经文 那启发的应该有的行持 所以下一句叫龙女献之为诸 龙女献之为诸是出自于哪里 出自于妙法莲华经提搏大毒品 你们有送法华经的应该很多吧 但是有没有觉得奇怪 龙女献猪却在提搏大毒品 她却在提搏大毒 提搏大毒是害佛的 却在提搏大毒品 但是法华经中没有讲一句 提搏大毒害佛 他告诉你过去世家在成为国王之时 他好要求法之时 他希望有人能够告诉他 什么叫恶罗多罗三秒三不提 有人教授他 当时有些人就告诉他 我有试法 能够证阿罗多罗三秒三不提 叫妙法华经 你要是能听能学 你就要服侍他 所以他就服侍如是先人 如是先人 就是提搏大多 就是提搏大多 那他不讲前面的害佛了 就告诉你如是先人 立释迦牟尼佛 然后告诉他 提搏大多善知事也 然后告诉他 提搏大多将来是天王如来 对吧 那当然没有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经文讲到这里 突然就讲 那个知己菩萨起来以后 就刚好看到 设立这个大智文殊菩萨 从龙宫出 就马上就问他 这个龙女的故事就开始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 诸佛就所谓的善知事 诸佛在哪里残 诸佛过去做种种国王时 那就是在一些烦情之中 你懂得统一的内念心中 在哪里下手 就是在感受的最深密处 感受的种种势力最刚强处 感受的刚强处就是害佛处 那就是提搏大多 所以提搏大多叫调打 调者就叫戏论 调也叫调和 他有两个意思 他拿着种种戏论调和 什么是戏论 你眼前的一些感受就是戏论 你再说感受就是戏论 为什么戏论 你这背诀你才会说感受 那全程戏论 那什么时候不是戏论 你再在决体说感受 就不是戏论 那这个在决中说感受 跟在感受说感受 这个谁能够体会 这中间的差别 唯有行者学人能知 这本来是你本决心之中 必定能够入世的希达多 就是那个同真相 就是每一个感受 先前使你会发现 每一个念头当前 都一定有那个同真相 那个同真一定踩着你的 七世而出 叫七朵莲花 他一定是九龙土水 为什么九龙土水 就是九有情 九法界 那一切扑书 九龙是扑书相 就开始不出扑书 那感受不就是这样扑书来的吧 感受不就是这样扑书出来的吗 所以这个同真 可以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将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为什么 因为那个希达多 那个达多 你遍及天上天际 下及地际 所有的一切念想都由他起 当然是以他独尊 都是由达多 你才知道有上及于天 下及于地 都是达多故 你才知道什么叫天地之分 所以希达多的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他不是像一般民间信仰 那个赛神 彼此在比赛谁的神明最伟大 那这样的意识之中本来就是如此 他踩着七十岁出 最初的一切近世间的感受 一切念想 不就是他起的吗 那是希达多 可是到后面你要抓得如是达多了 你要把这个达多 抓耻如是达多了 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了坏希达多 就叫坏佛 就坏希达多 抓耻如是达多 叫什么 叫提婆达多 提婆的提怎么写 已经有个手子旁 你提手的提 你提手旁 就是桌池香 婆者就是什么 起成波动 然后处处波动 处处堕入 因妇 就是女相 就是婆 都叫达多 所以达多就是他们 去觉醒的同中 但是明明是希达多 现今变成提婆达多 就是坏了一切法 就是暧昧了 佛性叫做坏佛 但佛本来你不能害 大觉心体 提婆达多 希达多都是觉体 但是觉性 必定能现觉 现出觉处 那个觉叫希达多 才会被害 才有被害 所以在觉中 这方面说 希达多 提婆达多 这个中间仿佛就有害 觉性就好像 你现在正在念念之间 大明之时是觉 你在大明当下 随着感受流转时 你觉得流转 你以为是另外的业力 不是 它是觉 连流转 连找不到觉 都是觉 所以 佛门中 尤其中门 汉传佛教中门 救度众生 最快的方法就是 我找不到觉在哪里 当下不就是吗 不然你怎么知道 找不到觉 谁在帮你觉的 找不到觉 觉都可以限一个找不到 觉都可以限你根本 限你这种暧昧之状 但暧昧如何破 暧昧是就是妄念 就是妄想 就是业力不被破 全体暧昧都是觉体 所以你只要当下定心回神 当下是觉体 就算暧昧在眼前何妨 就类似于禁止永远照黑何妨 禁止照黑也是禁体的亲民 你只要守住亲民 但是你必定能够善用11年 所以那是真正必定到家的 所以方便说提巴达多害佛 那调达害佛 但调达还有个调和项 他还是调和你 去见证得佛性知识 叫调达 所以经典都说提巴达多害佛 就法华经中将来讲的 成佛法门时 他导回你告诉你 害佛的那一切感受 那个势力再强 那都是善知识 你知道那个其实就是 根本一体的绝民 为什么知道一切感受 都是一体的绝民 这一体的绝民 就是法华经第一卷所说的 开示误入佛之之见 你要在佛之见中说一切感觉 你要站在佛之见中 说一切过去的暗昧 那一切感受暗昧 种种害佛之处 不就成了你将来的善知识吗 就是你的善知识 所以一切感受 最初你害佛的那个业力 都是将来的什么 你将来就会在他身上 震得你根本一大的统体 一大的统体就叫天王 天者一大眼 天王如来 感受就是如此 所以法华经就到 讲提巴达多 就讲到前面那一段 你要会看 你就知道当下 开示误入佛之之见 那当下在提巴达多 一些感受当前 你应该如何发如何心 你一懂得发如何什么心 你就知道农女的故事 为什么从这里出 所以至极菩萨是什么 是多宝如来 多宝如来是地下如来 从地涌出 那从地涌出是什么 表示你众生心情之中 本具如实的根本多宝 所以多宝叫报神佛 释迦叫化神佛 所以多宝跟释迦同坐一坐 同坐一坐 你看到多宝跟释迦时 你看的其实就是什么 你看的就是匹奴遮纳 法圣如来 二尊佛同坐一坐 就是匹奴遮纳处 就是法圣处 所以多宝的释迦 就表示你心性之中的 报神的释迦 要看到哪里说的释迦 要看到你现在的智用当前 你如何行使的释迦 释迦要看到现在如何行使 那行使你再说释迦 看的也是文书 文书就是当下化佛第一大弟子 化佛就是表示你现在能够化眼 一切智慧出 从大海龙宫 苏吉罗龙宫出 苏吉罗龙宫就是什么 众生心海 就是众生心海 从龙宫出 所以问他 若大海教化如何 他就文书 就告诉知己菩萨 他说有人能够有利根 能够证得菩提佛 所以后面就有这段文章 前面的文章自己回家 好好去读法华经 你读一遍 将来你会发现 他都不是讲故事 他说是一步一步 把你心中的图腾 为你念念仆书出来 所以告诉你 在大海龙宫中如何 教化众生 那其数几何 大海龙宫 其实教化众生 再有诸多众生能够得度 不过就是那一面心中得度 大众若是都懂得那一面心中得度 一切众生皆能得度 所以有苏吉罗龙王女 年始八岁 年始八岁 就是你的八岁 这大海龙宫 就是大海众生兴海 众生兴海 就是你的八岁 那为什么是龙王女呢 因为我们的八岁是阴妇相 阴妇就是女 所以他已经入大海 当然是水中 都是更是阴 感受现前 决心是绝阳 但是谁的感受就是阴 就类似于我常讲的日月的关系 一切光明从太阳中起出 绝明也是如日一样 所以常常讲智慧的智 从知 从绝日 决心是一定骗照 决心无想无壮 但是他能骗照一切法 可是正在骗照时 你就随着黑所照 随着白所照 黑白一切的气照 气照 他自己不能成照 能够成就如是气照的那一个 他自己没有光明的 他不能成照 他能够成照 是因为假界根本绝明 才能够启成 种种感受的最初的大照 所以那个已经叫做阴了 所以实际上月亮 月亮没有光明 但你看到月光之时 它是日光 当月光照到黑夜当前 你以为是月光所照 那其实还是日光 所以感受的 添入一些感受当下 种种差别当下 你以为那都是差别的决明 错了 那都还是决心所写 你自己感受根本不能决 何况随气阶的 种种决中 他自己也没有光 何况躲在感受当前 你还更说有如是决明 决无是处 那都是决光 所以那就是女相 但是这个女相 你在这个女相 感受的最末少 这个女相之中 在八十这个女相之中 你如何还得本名 你要知道八十 每一个众生心中 那个星光 就是你的决明 那叫做新珠 献保诸史 你要是懂得新珠 懂得新珠 也就是刚刚跟你讲的海会一样 你要在每个感受当前 你要知道每个感受 它根本 根本是决 你就是捧着新珠 上购于佛 就是捧着新珠 上购于佛 已经大庆了 没有时间讲 大众和长 那么阿弥陀佛 今天故意讲六字 你们居然回答四字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TORONTO